三字经讲完了对自然界的认知以后 就开始讲如何为人处事 那么一个人应该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做人最根本的道德准则又是什么呢 敬请收看复旦大学钱文中教授解读三字经系列第六集 中文字幕提供 约仁义 理智信 此物长 故隆吻 道梁书 曼蜀记 此六五 人所识 马牛羊 鸡犬史 此六处 人所识 约喜鹿 约哀剧 爱慕玉 西行巨 桃桶河 穆石金 思与竹 乃巴音 高曾祖 富而生 生而子 子而孙 智子孙 智玄曾 南九族 人之文 三字经作为传统的启蒙教育 在讲完了对自然界的认知以后 就开始告诉你怎样为人处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意理智信 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基本内容 源于先秦时代的桌子板架 那么在三字经中 人意理智信的排队顺序能否打落 又为什么要把人排在最前面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 解读三字经 第六集 在人间 尤其在我们传统的中国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也是以五开始 对应于五行 那就是 人意理智信 所以三字经接下来 是约人意理智信 十五朝不容吻 约人意理智信 十五朝不容吻 人意理智信 分开来讲 比如讲人 讲义 讲这个 理 讲智 讲信 在这个诸子百家里头 早就已经有了 这五个概念 分别来讲 但是 将它们综合起来 成为人意理智信 成为人意理智信 这样的一个系统 进行了这样的排列 我接下来 我接着要讲 我接着要讲这个排列是有道理的 这是汉代儒家学者的工作 当时叫五性 就五种性子 五种最重要的这个性 汉代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叫白虎通 根据白虎通的经典的解释 人是指人爱 义是指得体 理是指合乎规范 智当然明辨是非 聪明的智慧 信 专一守信 后来 大家认为 人意理智信 这五样东西 应该是经久不变的 应该是超越一切时空的限制的 它是永恒的 所以把它叫五常 也许大家会讲五常嘛 五样最重要的东西嘛 我可以讲人意理智信 我也可以讲性至理义人 我也可以讲义性至人 可以把这先后的次序 我可以打乱来讲 因为反正是五常五样东西嘛 大错特错 我们忽略了三字经这三个字 不容文 绝不允许紊乱 这是非常重的语气 按照儒 按照儒家的解释 人 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人 能者爱人 我想一种爱的情怀 是一切伟大人格的基础 和最重要的部分 在中国 人 这个字 是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 好人 过去叫人人 讲人意的人 好的政治 叫人正 好的生育 叫人生 大家知道佛陀都知道 释迦摩尼亚 一个印度人 大家知道佛陀还有一个名字吗 在早期 叫能人 早期的中国人看见从印度传来的佛教 不打 他不知道怎么翻 佛陀是音译 那么佛陀传达出来的是什么呢 早期的中国人也把他和人挂钩 叫能人 再说的俗一点 大家嗑个瓜子 嗑出来的还是瓜子人 吃个果 干果 里边是果人 你怎么不吃瓜子皮 怎么不吃那个外边的果那壳 你要吃那里边的人 因为里边是好的 是最好的东西 是可以吃的 是有营养的 所以人在中国古代 是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 人 意 离 后面接着的是智 和信 这个顺序 为什么不容紊乱 这里边 就有传统中国思想的一种精益在 按照儒家思想 智慧和守性 是好东西 但是 必须以 人 意 离 为前提 如果没有人 义 离 为前提 智慧性 可以是很可怕的 很简单 说如果一个人 不讲人意道德 也不守礼仪 不遵守社会秩序 说咱们哥俩商量 今天晚上去偷一顿去 偷一顿去 大楼里有一柜子 我比较傻 我扔个斧子 我就把他劈开 咱哥们给他拿走 你很聪明 你说不用不用 咱们去做钥匙 悄悄地打开 轻松地拿走 你说哪种更坏 你聪明了反而坏了 有智慧反而做更大的坏事 更能够掩盖做坏事的痕迹 那如果在这份上再讲信 那就太可怕了 今天晚上咱们说好 咱们俩去偷一东西 咱们一定去 绝不反悔 这社会就乱了 所以古人的心思 是很细密的诸位 人亦理智性 这个顺序 绝对不允许温乱 智和性 必须以人亦理为前提 才可以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不然的话 有智慧的坏人 守所谓信用的坏人 那比一般的笨乎乎的坏人 说话不算说的坏人 恐怕更可怕 人亦理智性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优秀的道德品质 也是一个人 安身立命的保证 尤其是在为人处事上 人们更是看重性质 只有做到了已承代人 言而有信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那么在历史上 又流传着哪些 关于诚实守信的故事呢 我在下面 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看一看古人是怎么 看重这个性质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成语 形同语 朱章 那么这是个什么故事呢 东汉的时候 河南南阳 有两个人 一个姓朱 叫朱辉 一个姓张 叫张勘 张勘啊 很早就知道朱辉 很讲信义 很讲信用 但是两个人原来并不认得 后来两个人有机会到太学里边作为同学了 两个人才熟悉起来 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嘛 老乡嘛 但是也并不是来往很密的 更不是酒肉朋友 不是天天混在一起 砸堆 打牌 打麻将 没这事 同学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学业有成 要分手各回各的家的时候 张勘突然对朱辉讲 讲什么呢 说 我身体不好 今天呢 我们俩同学的缘分到了 我们俩要分头回家 我有一事相托 朱辉也摸不着头脑 就看着这个张勘 说你要托我什么呢 那么这个张勘就讲 假如有一天 我阴病不在 请你务必照顾我的妻儿 当时两个人身体都很好 这个朱辉也没当回事 也没有做出什么承诺 但是分手以后 果然张勘因言造势 留下了妻子和孩子 生活非常的艰难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 原来也未必很密切的 朱辉的耳朵里 朱辉就不断的给张勘 的妻子和孩子 以资助去关心他们 年复一年 这就弄得朱辉的儿子不理解了 朱辉自己也有儿子 就问爸爸 说父亲 您过去和张勘 没什么交往 并没有什么深交 您怎么对他的家人 如此关心呢 朱辉的回答是 是的 我的确跟张勘不是 香蕉很深的 不是来往很密的 但是张勘在生前 曾经将他的妻儿托付给我 他为什么托付给我 而不托付给别人呢 因为他信得过我 我怎么能够辜负这封信呢 我当时没说什么 实际上我在心里已经承诺了 所以我要守信 履行我对张勘的诺言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吧 诸位 对吧 更让人感动的还在后头 因为朱辉在家乡 是一个非常扶危济困 非常有公义心的这么一个人物 南洋太守 早就仰慕朱辉的为人 那么在古代 怎么来包养你 怎么来奖励你呢 往往是一个办法 让你的儿子也出来当官 真辟你的儿子 真辟朱辉的儿子 给你一个当官的机会 到了这个当口 大家知道朱辉怎么做的 朱辉就去找南洋太守 说 谢谢您的好意 但是我的儿子 古人们全职了 我的儿子呢 才具有限的很 才华 这个本事都不太够 他在家里待着还不错 如果您要让他当官的话 我看恐怕不合适 我向您推荐一个人 推荐我的固有 张勘的儿子 他学习勤奋 非常守礼仪 是个可造之才 我愿意把我固有的儿子 推荐给您 让他有一个去当官 为民众服务的机会 后来张勘的儿子 果然没有辜负朱辉 对他的信任 非常连结奋工 非常勤奋踏实 为民众做了好多好事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 很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来历 秦统朱章 我想这个故事 和很多其他的故事一样 足以说明 我们传统的中国人 是多么看重一个性质 这里头并没有合同 并没有文书 甚至没有一句 公开说出口的承诺 但是朱辉这么去做 我想这是非常值得 我们现代人学习和反思 讲完了五常 那么大家知道 《三字经》接下来一定是讲六 在中国民间 人们常常会说 五谷杂粮 五谷风等等的 那么为什么在《三字经》中 会讲六谷呢 对此 钱文中教授 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在中国民间 人们常常会说 五谷杂粮 五谷风等等的 那么为什么在《三字经》中 会讲六谷呢 对此 钱文中教授 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这里边就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啊 说啊 这个六谷没错的 五谷也对的 为什么呢 道子不算 这个说法不是没道理 因为在很谷的时候 北方没有道子 所以《三字经》讲六谷 而更谷的人讲五谷 北方 这是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呢 是道子算的 但是苏和记 只不过是同一个品种 是什么品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黄米 现在大概没什么人吃了 咱们现在都吃白米 但是也许老人还知道 有一种黄米 这黄米里边分两种 比较粘性的 叫苏 比较精性的 叫记 那么这两种算一种 并起来 也较无骨 我想这都是 我们应该具备的 一些日常的知识 三字经既然讲完了六 理所当然就得讲七 曰喜怒 曰哀句 爱物欲 欺情句 欺情 喜喜悦 怒愤恨 哀忧伤 惧恐惧 爱爱恋 悟厌恶 欲 最后一个 欲望 只要你是个人 是个正常的人 你都会有这七种情感 但是 儒家认为 虽然这七种情感 是与生俱来的 但你却不能 由着他来 你要对他 有所节制 用理智去制约 人的情感 终究需要 用理智加以制约 这就是儒家的 发乎情 指乎礼仪 一方面 肯定人的正常的情感 需要 发散 需要宣泄 需要表达 但是有个限度 礼仪 到礼仪 要符合礼仪 我想儒家学说的这部分内容 对于现代社会的人 特别有参考价值 而在现代社会 我想人啊 特别需要控制的 是一种对物质的贪欲 就有的时候 你看见财物了 看见物质的好处了 你不要随便伸手 你先要问你该不该拿 合乎不合乎礼仪 合乎不合乎 人以理之心 中国儒家文化认为 人的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 都应该受到理性的制约 否则 无论是喜还是悲 都有可能造成情感的失控 犯进重举的故事 就是一个例子 犯进二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硬考 二十岁他就去考试了 连续考了三十多年 名落松山 一直考不去 比较倒霉 家里本来就不富裕 因为他这个 把全部心思放在科举稿上 没有空去照料生计 所以家里已经很破落 他娶了一个太太 是一个屠夫的女儿 卖肉的一个女儿 终于到五十一岁那年 又去饮食 这下总算考取了一个秀才 秀才不容易打注位 比如秀才娘子 也就是范静的太太 这个屠夫的女儿 从此就可以穿红裙子了 可以穿红的秀化鞋了 不是秀才 你再有钱 你敢穿一个试试 古代是很有规矩的 其实范静 接着第二年再去考 考举人的时候 他自己没抱太大的期望 他岳父也讲 我看你考这个秀才就不错了吧 回来招几个学生娇娇 也某几个银子 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你还想考举人 考中举人就叫老爷了 举人跟秀才不一样 举人是文曲心下凡 举人就不是人了 是天上的星星 大家要知道 在传统中国社会 你很难见到一个禁食的 在家里 为什么 禁食都出去当官去了 禁食一定要出去当官 而在传统中国 是有严格的回避制度的 你河北人不能在河北当官的 你必须跑到也许湖南去 江苏人不能在江苏当官的 到安徽当官 所以在老家看不到禁食的 哪里有禁食 禁食都在外头当官 老家最厉害的老爷就是举人了 举人老爷 那很厉害了 哪知道 范静子好运一来没个头 举人也靠去了 这一下怎么样 他接到了举报以后 描写是两手一拍 笑了一声 咦 我中了 他中了 他接到报 然后往后一摔 晕过去了 范静就晕了 那旁边的人一看 这是举人老爷晕了 赶紧就给他水喝 就把他给弄醒 弄醒了以后 范静又跑起来 一面拍手一面大笑 说哈哈哈哈中了中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中了 笑着往外飞跑 这一跑一跤摔在池塘里 所以在池塘里以后 范静还站起来 从池塘里站起来 两手沾满了黄泥 还在那拍 说啊 我中了 我中了 他没中了 他疯了 他中举是中了 可是他也疯了 这个故事是很凄凉的一个故事 范静在长期失败 得不到成功以后 面对着突起来的成功 他的情感没有办法控制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 控制不了自己的喜 他的喜再也不能接受理智的制约 所以疯了 这个故事经常被用来批判 传统科举制度的残酷武器 但是换个角度看一看 难道不也可以说明 人的情感应该接受理智的制约吗 制约的标准是如何 只务理仪 只要你符合理仪 都可以 这个例子说白了 很容易理解 诸位在家里 爱穿什么穿什么 对吧 你愿意在家里穿得很凉快 也可以 只要没人见到 但是你如果一旦进入社会 说你要去上学 去要上班 你也这么穿 肯定不行 你得合乎理仪 一个合乎理仪的社会 才会和谐 才会平稳 才会井井有条 三字经讲完七以后 也得讲八 八音 当然这里的八音 绝对不是咱们熟悉的八音盒的八音 那个八音盒是西洋的玩意儿 不是中国传统的 哪八音呢 李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古人更是把音乐作为贵族子祭的必修课 那么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音乐教育呢 三字经接下来所讲述的八音 究竟是指什么呢 常言道 朋友好找 知音难求 千百年了 为什么人们总喜欢 把自己最好的朋友称为知音 这里面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典故呢 上面讲的八音 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乐器的一种分类法 按照制作乐器的材质进行分类 刨是指用葫芦制作的吹奏乐器 比如声 土就是用陶土制作的乐器 比如熏 现在还有人吹这个熏的 阁是指用皮革制作的乐器 比如鼓 上面蒙一层皮革 木 是用木制 木头制作的打击乐器 比如有一种叫鱼 这大家很少听到 但是大家知道 现在在华山一带 有一种老枪 有一种老枪 这个老枪在演唱演唱的时候 突然会跑出来一个人 扛着乐器 什么乐器呢 一条板凳 一块木头 砰砰砰在那儿敲 这也就是说在老枪里边 保留着中国古代用木武器 做打击乐的痕迹 那么识 那就很简单 就是玉制的打击乐器 比如那些 琴 识 就是通过诗弦发生的演奏乐器 琴 色 竹子都不用说了 笛子什么都是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分类法并不一定科学 但是传统中国就是这么分的 这么分有它的道理 这是属于专业的音乐范畴的问题 我们不在这讨论 我只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平时经常说这个人吹牛皮 对吧 吹牛嘛 那牛当然不能吹 你肯定是吹牛皮嘛 我倒请问大家吹牛皮到底什么意思 大家一般认为吹牛皮是说大话 对吧 那牛皮能吹大吗 诸位 那么厚的牛皮你怎么给它吹大 它这么多大就多大 你干嘛不吹一个更有弹性的东西 为什么叫吹牛皮 实际上吹牛皮的本意不是这个 跟八音相关 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泰山不是磊的 牛皮是敲的 牛皮是鼓嘛 鼓你是吹鼓圈 所以吹牛皮的意思是不搭调 不搭调 你讲那事跟着没关系 是否夸大 倒在其次 当然我们现在都忘了 所以老说的吹牛皮 吹牛皮 对吧 传统中国认为 音乐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品味 能够使人相互理解 沟通 成为朋友 最好的朋友叫什么 知音 常演到朋友好找 知音难求 千百年来 为什么人们总喜欢 把自己最好的朋友 称为知音 这里面又蕴含着 什么样的典故呢 知音的故事 牵涉到两个主人公 一个叫于伯牙 一个叫钟子琪 于伯牙是春秋时代 楚国的顶级的音乐家 从小聪明 酷爱音乐 尤其弹的一首好琴 他为了使自己的琴技 能够更上一层楼 这个于伯牙 经常带着琴 到河边 没有人的地方 去演奏 苦练琴艺 那么有一天 已经成为一代大师的于伯牙 他依然很勤奋 就在一个下雨天 坐上了船 沿着江 慢慢的飘游 一边欣赏稀里稀里的雨声 一边情不自尽 就拿出琴 演奏起来 演奏演奏的时候 过程当中 于伯牙突然发现 自己的一根琴弦 都弹了一下 这很奇怪 他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这种小小的杂音 怎么琴弦会动 他马上就知道 有事 他就觉得 有人在偷听他弹琴 于伯牙抬头一看 发现岸边 树林旁边 蹲着一个打财的人 这个人 当然就是钟子齐 于伯牙把船靠岸 请钟子齐上船 说您那么喜欢听我的音乐 钟子齐说 是是是 那让我为您演奏一曲 演奏完了一曲以后 于伯牙问钟子齐 你什么感觉 您听到了什么 钟子齐说 多么巍峨的高山啊 于伯牙大惊 他弹的正是高山 他没有事先告诉他 我的曲子名叫什么 于伯牙觉得太奇怪了 他说那我再为您弹一曲 您再听听看 又弹了一曲 钟子齐的回答是 多么浩荡的流水啊 哎 这于伯牙服了 他弹的曲子正是流水 那于伯牙觉得 你那么理解我的音乐 就称为知音 你了解我的音乐 这也就是一个成语 高山流水的典故 就从这来 两个人相约 于伯牙说呢 我要出去旅游 古人都要旅游 我们讲过的 等我回来以后 我到您府上拜访 我再为您演奏 等伯牙旅游回来的时候 钟子齐去世 他们两个没有能够再过碰 于伯牙按约 到钟子齐家拜见的时候 看见的是钟子齐的坟 于伯牙带着琴 在钟子齐的坟前 再演奏了一曲 非常的凄凉哀晚 演奏完了以后 伯牙把自己最珍贵的琴 在钟子齐的坟前摔烂 从今往后 于伯牙再也没有弹过琴 这又就是伯牙摔琴的故事 可见 在传统中国把音乐 看得有多么的神圣 富于音乐 多么崇高的一种价值 当然同时 如果像我这样的人 听于伯牙弹琴 他弹高山 我肯定说 哎呀 一土堆啊 他他流水 我说哎呀 一水沟啊 那就什么 那就叫对牛弹琴 我就成牛了 那就是风险很大 听音乐的风险是很大的 在古代 三字经 讲完这个以后 接下来就讲了单数最大的一个数 九 在中国古代 九这个数字 被认为是最具神秘色彩的数字 古人以九为大数 汉语中关于九的词汇也有很多 比如九霄云外 九牛二虎等等 而在封建社会 还有一个词与九有关 那就是一个人如果犯了罪 就要诛连九族 那么这里的九族 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 高祖父 父而生 生儿子 子儿孙 自子孙 自玄生 南九族 人之伦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且 自己 儿子 孙子 曾孙 玄孙 九族 九族的亲戚关系 和中国古代的理智和法治啊 关系密切 为什么 一人犯罪的话 最重的情罚 是诸九族 灭九族已经够残酷了吧 可是大家知道秦始皇还经常灭人家的三族 李氏 被腰斩 李氏就是被灭了三族的 什么叫三族 就是父系的九族 母系的九族 七字夹的主 全给你灭 所以是几千口人这样杀 这是非常残酷 而到了明朝以后 杀九族还不过瘾 才有了十族 十族什么呢 加上老师一族 师生关系 这也是一族 所以在明朝啊 招学生的风险很大很大 如果一个学生被灭门啊 明天你老师也被递楼出去砍头 当然学生败老师的风险也很大 如果你败了一个老师不巧被杀 哪怕你毕业了 我也给你救回来杀了 这都是中国传统当中很残酷的一面 今天当然早就没有 这非常残酷 这种传统就不值得继承 这还了得 那么讲完这九族以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 亲属之间应该如何相处 学生从小应该学习哪些 亲属相处的礼仪 这个请大家听下一节 父子恩 父父从 兄则有 帝则宗 长右续 尤玉鹏 君则敬 臣则宗 此时亦 人所同 凡是蒙 虚讲究 详信武 明具造 为学者 必有诸 小学中 知识书 儒家文化认为 要先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然后才能做一个有知识的人 所以三字经 先教孩子们应该怎样为人处事 然后再教孩子们应该怎么读书 那么古人读书和我们现代人读书有什么不同呢 古代时期的小学都有什么课程 什么叫训古 什么是剧斗 训古和剧斗对于学习古文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前文中解读三字经 第七集 第七集